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本次演讲中 首先我们会简单的介绍消息分块特性的一些问题的背景 以及它的一些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 然后我们将介绍PASA是如何实现消息分块特性的 最后我们会介绍在实际使用这个特性的过程中的一些最佳实践 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等等 PASA它在从Client到发往Broker这个消息传出的过程中 会引入一个叫做MessageSards一个大小的限制 这个默认值是5MB就说明在默认情况下 如果从客户端发往Broker这个消息过程中 消息配落大小是不能超过5MB的 但是在很多用户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生产场场景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突破这个限制一些需求 比如像有些用户可能会去传输像视频图片 或者说是大文件这些数据和消息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就会突破这5MB的限制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调整 这个MessageSards这个限制的大小 然后来实现能够发送这个5MB的一个需求 超过5MB这个消息的需求 但是这个方法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可以看这个图片 其实在passa中 它在处理消息的时候 主要是分为两层来处理 第一层是broker 第二层是bookie 然后在这两层中 它都会引入消息大小的一个限制 broker中它会引入像刚刚说的 叫做MessageSides一个大小限制 在bookie中会引入叫做 NativeMessageFirmSidesBytes的一个大小限制 然后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客户端他发送了一条100MB的消息 然后他把这个MessageSides也设置成100MB 或者说更大的一个值 这个时候他从Client发送到broker这一层 这个路径它是OK的 因为它并不会突破它这个最大消息的一个大小的限制 但是他在broker把这个消息存储到实际的 就存储成叫做bookkeeper层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需要让bookie将大量的资源 就是去投入到这个大消息的一个持久化中 那这样的话它会占用很大带宽 然后会影响其他客户端发布消息 并导致消息积压的一些丢失等等 这些问题 因此在PASA在发送大消息的时候 我们除了可以通过增加这个最大消息限制这个方法之外 我们还提供了叫做消息分块的一个功能 通过消息分块 我们可以让生产者 也就是说在那个客户端层面 就可以将一个很大的消息 把它给拆分成多个分块 然后并将这个分块作为 每个分块它可以作为一个普通消息 然后把它给发送给这个broker 然后它就可以按照普通消息的逻辑 进行持久化 不会影响到一些其他客户端的一些功能的使用 但是在实现这个消息分块的一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的注意这些问题 就是说它有些难点 比如说这个在发送分块过程中 要保证它是个保序的 就是顺序需要得到保证 第二个就是消息 它不能重复也不能丢失 第三个还需要考虑到消息分块的一个 交织的一些传输 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进行介绍 消息分块它可以将 就像刚刚说它可以将大消息 再分成多个普通的消息 然后来进行像普通消息逻辑的一样 生产而消费 然后在使用消息分块的过程中 其实你是不需要担心 用户是不需要担心 PASA是怎么去拆分和组合这个大消息的 因为PASA它会帮你完成这些所有的工作 它主要利用的 这个topic的本身的特性就是保序和不从不丢 因为PASA对于普通消息在topic中处理 它就可以保证这个消息 它在topic中既能够保证顺序 也能够保证它不从不丢 对 启用消息分块后 如果生产者收到来自用户的大消息 并且消息大小 超过了来自broker的单个消息大小限制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叫做 MessageMessage这个参数的限制 那么生产者就会对消息拆分 比如我们以这个图片为例 这个大消息M 通过这个 就是从那个用户侧 传入大消息M 通过这个producer进行处理 它发送给worker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消息拆分成这三块 这个拆分的过程 它是在client这边进行拆分的 然后它会拆分成MCE MC2和MCE3 然后生产者它会确保 每个块的有效负载 也就是它的payload 不会超过最大消息的限制 然后并且是按顺序进行发布的 因为它可以通过这个topic的保序 这个特性按顺序进行发布 然后在消费者在消费这些消息的时候 它可以去缓冲这些消息 然后把它给聚合起来 然后最终它会把它给组装成一个 跟最开始要发送的这个大消息 MCE一样的一个消息 然后再把它给返回给应用程序 这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消息分块的最简单的一个case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一个复杂一点的一个情况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它其实是包括了四条消息 M1 M2和M3和M4 他们有一些消息是分块的 有一些消息是普通的消息 producer他在启动消息分块的特性的时候 如果他的消息 他的那个消息的大小 他没有超过最大消息大小限制的时候 他并不会对这个消息进行分块处理 所以他是会以普通消息的格式 那个逻辑进行发送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大小限制 他才会进行消息的一个拆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M1他被拆分成了M1 C1 C2 C3 然后M2他被拆分成了C2和C3 M3和M4他是保持原压进行发送的 不可他将所有消息都存在那个topic中 以相同的程序把他给分拍给消费者 然后消费者他可以确认传作消息 他是否为分块消息 如果收到是分块消息之后 他就会先把他给缓存到内存中 直到收到了所有的该分块的所有的 需要所有的分块的消息 然后他才会把他给聚合起来 返回给用户程序 然后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普通消息 那么他就会遵循普通消息的处理逻辑 进行处理 这是第二个就是单个producer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更复杂的一个情况 Tasa他其实他可以允许多个生产者同时生产 就同时往一个topic里面去生产消息 所以我们就是要考虑这个情况的 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两个producer 他同时开启了那个chunking的特性 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 就是说他可能会出现两个大消息 他的分块出现一个交织的一个情况 对然后而且他可能是不连续的 就是说比如我们在比如看这个例子 生产者一他把这个M1这个大消息 把它给拆分成了三个小块 然后另一个他会拆给拆分成 把M1也拆分成了三个小块 然后他在这个topic的存储的一个过程中 他们两个可能会出现交织的一个存储 因为他们在发多个producer 他在发送消息的时候 他是并行的去发布的 所以他很容易就出现这个交织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消费者我们就需要消费者去处理这么个情况了 消费者就需要为这两条大消息都去创建一个单独的一个缓冲区 我们看到这两个都是一个缓冲区 所以当比如当Consumer他在接收到M1C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这个M1C他准备去接收这个M1这个大消息 那他就需要先把这个M1C缓冲到内存中 直到他接收到所有这个M1C M1这个分块的消息 他才会把这个聚合 然后再返回一个用户程序 然后对M1也是一个同样的道理 当然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 在我们前面讨论的这几个场景中 一次是只有一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主题的消息 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场景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订阅模式 要么是exclusive 有的是独占类型的 要么是fear over 有的是栽培类型的 比如说PASA他并在这个消息分块这个特性的时候 他并不支持像share和kishare这样的一个订阅模式 然后当我们现在也在开发这个功能 就是可以支持在share的模式下 去支持这个消息分块的一个特性 对这个将在后期的版本中可能会进行发布 对然后另一个情况就是说 PASA他会有一个叫做partition topic的概念 一个partition topic 它对应的是多个一个多个普通的topic 所以它的一个情况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一个情况 它就相当于多个topic的一个数据 然后最后用同一个consumer进行消费的时候也是会产生这个消息这个交织的情况 对然后处理方式也是跟这个这里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对然后这里我们介绍了一些消息分块的一些原理 就一些基本的原理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介绍 PASA是我们是如何在PASA中去使用这个消息分块这个特性的 消息分块特性它设计一个原则 就是说可以让用户去无需感知这个底层分块的这些逻辑 比如说你在发送这个大消息的时候即使你在博客中设置了比如像默认是5MB这个大小的限制 但是你开启这个特性你可以就发送就无感知的就当成普通消息去发送大于5MB 比如像100MB 200MB这样的大消息 对所以它是可以让用户做到无感知 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我们在producer进行设计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消息分块特性给开启 然后再把这个batching给关闭 因为我们现在暂时不支持这个消息分块和这个批量发送 也就是说这个batching是同时开启这么一个特性 这个社区现在也有讨论 可能在未来会对这个特性进行支持 但是现在还没有进行支持 然后第二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构造一个大消息 比如这里就构造一个实验别大消息 然后就可以通过像发送普通消息一样 然后调用producer进行发送 然后在consumer这边其实并不用做任何的一个特殊的设置 它其实就像设置一个普通的consumer一样 就去设置 它并不需要做额外的一些变更 对 因为consumer它可以识别到你传作消息是不是分块的 如果它是分块 那它就会启用这个消息分块一个处理的逻辑 所以它在consumer的一个创建 还有consumer它在接收消息 以及它在确认消息这个过程中 它都可以像普通消息处理一样 普通消息处理的一个逻辑一样进行处理 对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 这个subscription tab 就是它的订阅模式必须是exclusive和fair over 并不能是share和key share 对 然后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目前消息分块只支持在持久化的topic中进行开启 比如说这topic必须是一个position的topic 因为在non-position topic很难去进行像消息消息的保序啊 或者说是一个不成不丢的一个保证 所以我们是无法进行这个消息分块一个特性的支持 所以我们是需要引入这么一个约束 OK 这里我们就对这个消息分块如何使用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apachipasa是如何去实现消息分块这个特性的 对 首先其实是在client和broker 他在建立连接的时候 broker他会把他的就是在他的那个configuration中 他已经设置叫做massimate size这个大小限制 传递给client告诉他broker有这么个限制 你不能发送比如像超过5MB这么个消息的大小 对 然后 当这个生产者他要去生产这个消息的时候 比如 假如我们这里 假如我们这个生产者 他是开启这个消息分块特性的 然后我们要去把一个12MB大小这个消息 把给 投入就是给传递到这个生产者中 那么这个生产者他会根据这个massimate size 把这个消息进行拆分 所以 以这个10MB 10MB这个大小的消息为例 他要把它拆分成3块 就 5MB 5MB 和2MB 对 这个消息分块他的实现 的一个 其中一个 另一个原则就是说 他这个主要的一个实现的一个逻辑都是放在client的这边 这样的话 他可以减轻这个broker的压力 所以broker 他在接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都是把它给当做一个 比如他这里 他是把它当成一个三条一个普通消息 进行各种的那个消息处理啊 还有分发 对 他不会感知到这个 有这个消息分块 这个chunk message 这个存在 对 他都是以这个普通消息的逻辑进行处理的 对 然后我们再进行 我们再继续详细介绍一下这个 发送这个大消息的这个过程 一旦大消息被分割成块 那么生产者 会将 每个消息他都会把它当成普通消息 发送给那个broker 啊 生产者中他 啊 我们 我们现在会介绍一个叫做 一个叫 Message Padding Message的参数 其实就是说 在生产者中 他会有一个叫做流量控制的一个机制 那么他在消息分块的一个过程中 他对于每一个块 就是说他会对每个普通消息 他都会单独单独的进行计算 比如说 我们在producer进行流量控制 比如我们发送了一个 M1这个大消息 他会可以被拆分成啊 比如像C10C12这三块 那么他在流量控制的过程中 他都会把它当成三条的普通消息 进行流量控制 对 然后如果他没没办法啊 就是说他在发送这三条普通消息的过程中 然后发现这个已经超过了Message PendingMessage的一个参数大小 那么他首先会先堵塞住 直到他有相应的那个流量 就是说他流量 他这个限制解除了 他才会他才会进行这个大消息的发送 对 然后 然后 生产者他是按这个顺序 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去把每个块都发送给这个broker 然后broker他也是按照顺序去接收这个块 这样可以确保他在收到 比如我们把这个M1 他在收到这个SEA这个块的时候 他就可以证明 他已经 接收完全的这个M1 整个消息分块的那个 所有的数据 那 同理 因为producer他在往这个broker发送数据 他也会需要去接收 从broker 发往producer一个ack的一个 那个命令 就是告诉这个producer 说这个消息已经发送成功了 那已经持久化成功了 那么 在producer 他在接收到这个消息分块的最后一个分块的时候 比如 比如这里 M0 SEA是M0这个消息的一个最后一个分块 那么当他接收到这个分块的时候 那么就证明这个M0 他已经这个 接收完成了 对 所以producer他会为 为每个大消息都会维 维护一个叫做contest的对象 然后他都会去缓存 这么一个ack的一个命令 只有接收到所有的这个ack命令的时候 就说明这个消息 他是发送成功的 那么他就会告诉用户 这个消息他已经发送成功了 对 然后如果是对于分区主题的一个发送的话 就是分区pattition topic发送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将 同一个大消息 会发送到同一个pattition 就像刚刚说的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 也是按照刚刚的逻辑进行这个处理 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说在pattition中 他普通消息发布或消费后 就是他会返回这个message ID给用户 那么对于分块消息 那么对于分块消息 因为他其中其实他包含了多个普通消息 那么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消息ID给返回用户呢 然后在pattition 2.10.0这个版本之前 其实对于不管是生产的消费者 就不管你是生产这个chunk message 还是这个消费者去接收这个chunk message 他返回的这个ID 往往都是最后一个分块这个message ID 但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有一个consumer 他比如他接收到了 或者说是producer 他发送了m1这个消息 那他都会返回这个m1c3这个ID 那么如果consumer要去对这个m1这个消息 进行那个seq操作 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游标 设置到这个m1这个消息上 那么他会把这个m1c3这个ID 传递给这个consumer 然后调用这个seq这个操作 但是如果他是使用这个inclusiveseq 就是说inclusiveseq 他就代表假如我在指向 就把给游标设置到m1的时候 那我在seq这个结束之后 接收到第一条消息应该是m1 但是因为他现在实际上 他是seq到这个m1c3的 那他在后面进行这个receive操作的时候 他读取的第一条消息是m1c3 然后他会发现 他没有读取这个m1c和m1c2这两个消息 他发现这个消息他已经是 就是他无法接收前面的分块 那他就他就会意识到他无法接收完整的m1 他会把这个m1这个消息全部给抛弃掉 那么他在进行inclusiveseq的时候 他并不会消费到m1这个消息 他第一条消息是m1这个消息 就是消费者所带来的一个bug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bug 他在2.10.0的版本之后 引入了一个叫做分块消息ID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他在发送一个chunk message的时候 他会把所有的这个 或者说是头一个分块的ID和最后一个分块ID 都会返回给用户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解决这个seq这个问题 因为他在seq的过程中 他可以让这个seq这个游标设置 他会把总是把它给设置成这个第一个分块这个ID 那么他就可以解决刚刚这个bug 那他这个消费第一条消息就是m1了 因为他是能够接收到完整的m1的这个数据 对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chunk messageID 他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不管是在producer还是在consumer 他都会维护叫做chunk message contest的一个 一个叫做上下文 然后他在中间会维护两个字段 一个叫做firstchunk messageID 还有一个是lastchunk messageID 就是第一个分块ID和最后一个分块ID 然后对于producer来说 就是说他是需要在生产这个消息之后 能够把这个chunk messageID返回给这个用户 那么他就需要这个contest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那么他在接收这个seq的时候 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接收来自broker 发往这个client 或者说producer的一个消息 这个持久化的确认信息 那么他就会可以记录到第一个 第一个分块的MID和第二个分块ID 然后最后他会把它组装成一个叫做chunk messageID 然后再访问给用户 对 这个是producer的一个工作原理 就是关于这个chunk messageID的一个工作原理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chunk messageID 在consumer这边 他在这个组装消息的一个工作原理 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来介绍一下这个consumer 他是怎么去组装这个chunk message message的这个机制 消费者他消费者他需要将所有的块组合成一个原始的消息 是producer他发送这个原始的消息 然后再返回一个应用程序 对 我们看一个例子吧 就是说 我们就是 假设这个producer他发送了 就是说用户他要发送两条大消息 叫做abc 第一条大消息叫做abc 然后第二条大消息叫做de 但是我们就因为为了方便演示 我们把这个最大消息限制设置成一个字节 那他就对abc这个大消息 他把它拆分成三个块 就是a和b和c 那么对于第二条大消息 他会拆分成d和e 然后我们就以不同颜色进行标注 方便看清 所以他在topic 就是他在topic持久化在topic的时候 他的这个消息的一个啊 就这个topic他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他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交织存储的 就是他们两个大消息是交在一起 然后存储在这个topic中的 对 然后我们来一个个来看 比如consumer他在消费的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可以知道这个他可以通过啊 这这些资料都是存储在这个啊 message ID message metadata 就原数据的 然后这个message ID 他是啊就是这个啊 他可以获取这个消息的一个ID 对 然后他在啊消费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可以知道就通过这个message metadata 他可以知道这个消息还是一个分块消息 那么他就会创建 这样的这个啊 chunk message 就是contest 有个上下文 后面的话他就可以用这个来进行追踪 然后他在里面啊 比如这 UID他可以用来标识 他是属于哪一个大消息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UID1和UID2 然后这也是UID1 然后1的话就代表是一个消息 2的话就代表是第二条消息 然后啊 这里话他就可以啊 创造一个contest 他第一个这个padel是A 对 因为他只介绍接收到啊 第一个字节 然后第二步 他消费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接收到了ABC 就对于这个第一个大消息 他已经接收ABC了 然后他可以知道 那chunk message ID他是啊 这个是啊 另一个原书记 他可以知道他是2 嗯 然后他可以知道A 他已经啊 已经接收到了啊 完整的一个 这个UID1这个消息 那他就可以把这个消息给啊 组装起来 返回给这个用户程序 但是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接收到了 UID2这个大消息的一部分 叫做D 这个padel 那他这个还是会作为这个啊 啊 contest把它给管转到内存中的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他消费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拿到了这个啊 UID2 其他拿到他的所有的一个数据 然后他就可以把它给进行组装 然后发送给这个啊 用户程序 所以这个就是消费者 他在组装这个chunk message的一个啊 过程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在使用这个chunk message的啊 消息分块的特性的一些最佳实践 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不建议去使用啊 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消息分块的特性的时候 不建议去使用过大的一个啊 metadata啊 啊 就像啊 我们刚说的 这边 在broker bookie 这边 他都会引入叫做啊 就是他都会引入这个消息大小限制 比如像 crent.broker 他会引入叫mass message size 这个大小限制 broker.bookie 他会引入啊 刚才说的 native frame size native mass frame size 这个大小限制 但是他们的一个统计 统计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是存在一些差异 这样 crent 他是根据这个payload Payload大小进行 Trunk和Magic的拆分 然后Broker他也是根据 Payload的大小去 计算你的消息大小 但是对Bookie来说 其实Broker他在 发送给Bookie的消息 他是把这个Meditator和Payload 把它给打包成一个 叫做Entry的一个 一个概念 然后以Entry的一个单位 去进行持久化的 那么他在计算 这个最大消息签这时候 他会把MetaData和这个Payload 合在一起来计算 然后当Pasa现在 他已经意识到这问题 然后所以他是在 这个BrokerBookie这边 会多加一个10KB的一个冗余 比如说虽然你这个发送 比如你在发动Trunk和Magic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发送一个 一个比如5MB 5MBPayload的一个消息 那么你在持久化Bookie的时候 假如你没有10KB这个冗余 那么你在持久化 持久化的时候 就会出错 所以他就会引入这个10KB的冗余 然后这样化 这个10KB就是为这个MetaData来进行设计的 就是说你的MetaData最好不要超过10KB这么个大小 当然现在 现在Pasa已经在最新版本中 已经引入了一个特性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Client这边 就是提前计算好你这个MetaData 然后就是说是通过这个MetaData Payload合在一起来进行这个消息拆分的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MetaData它可以超过这个10KB大小限制 但是同样的还是不建议使用过大的MetaData这个原数据 因为这样的话会也会带来一些一些性的问题 因为你需要比如你在发送分块消息的时候 你是需要把每个原数据都复制到每个分块上的 对 所以还是不建议使用过大的原数据 对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 就是这个topic level的一个小小大小的一个限制 在Pasa2.7.1的时候 引入了一个叫做topic level policy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它可以为每个topic都会引入不同的一个设置 比如像这里我们看到这个topic level policy 它把这个 它也可以引入同样和broker同样的一个消息大小的一个限制 但是假如我们把它给设置成比broker还要小的一个叫做3NB的一个值的话 那么它在发送的时候很容易出错 因为client它只知道broker级别的一个消息大小限制 那么它在这个分块的时候 它是以比如这里 它是以5NB进行分块的 那么它如果发送 以这个分 以这个依据来进行分块的话 往这个topic进行发送的时候 如果这个topic 这个对这个消息大小进行检查 它会以这个3NB的标准来进行检查 所以它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就会对这个消息进行拒绝 对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pass2.10的时候已经修复了这个问题 因为pass2.10它就把这个topic level的一个最大消息的检查给消除了 所以如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最好是把这个passa版本给升级到2.10 或者说是不要在topic level中去使用这个消息大小限制的一个policy 然后接下来一个最佳实践 就是关于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最佳实践 我们在设置consumer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可选的一个设置的一个参数项 就是可以用来这个去优化这个消费者的一些特性 这个性能 比如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mass pending chunk of message 它就可以去限制你这个trunk of message contest这个数量 因为假如我们在消费这个trunk of message的时候 可能会同时消费多个这个大消息 那么它就会创建多个contest 但是每个contest它的开销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参数 对于这个contest这个数量进行限制 就是防止这个oom的一个报错之类的 然后第二个是expired time of incomplete chunk of message 就是说如果它是和这个第一个参数是一起联动的 比如说假如你这个大消息 它的这个数量超过这个限制的话 那么它这个是可以通过这个设置这个过期时间 就来去过期掉这个就是这个未完成的这个chunk of message contest 来减少这个同时维护这个contest这个数量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当这个正在处理的这个分块消费数量达到巨大值 就是说超过这个数量之后 如果或者说它的那个上下网是过期的话 就是它contest过期的话那么它就会去删除最旧的一个生效文 如果它是如果这个参数它设置出的话 那么消费者它就会通过一个就是说一个叫做silent这个方式 就是静默的方式去删除这个分块消息 有时候它不会做这样的动作 但是消费者它会将反之的话就是你把它设置成false 它会将这个消息标记成重新发送 有时候你在后续的时候它可以进行这个重现处理 对 又变化就是一个consumer这个设置一个事例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debugging的一个最佳实践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passa topic的一些那个states的一些统计 可以看到这些参数 然后它这些参数就会介绍每个它就像那个每个指标 每个指标它会介绍它就会去告诉你这个topic 关于这个这个chunking的一些数据之类的 比如像你这个chunking message的一个发送的数率等等 这些信息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topic state 这里这个方法来进行一个查看 但最后一个最佳实践就是说 最好是经常去更新你这个passa的一个版本 把它给更新到最新版本 因为很多比如我们在2.10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这个fix 就是关于这个消息分块特性的一些修复 然后如果你需要 你需要这个去利用到这些新特性的 新这个修复的话 最好是频繁去更新你这个passa版本 对 2.10是一个适合 在2.10的时候我们已经修复了很多特性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消息分块特性的时候 最好把passa升级到2.10 OK OK 在这个演讲中我们对这个 这个大消息发送 就是介绍一些问题背景啊 还有些原理 对这个消息分块特性进行一个简单介绍 以及最后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消息分块特性使用过程中的最佳实践 以及注意的问题 对 然后 对 然后谢谢大家 也欢迎大家 也欢迎大家 关注 apachipasa在消息分块的一些 一些新的进展之类的 对 也欢迎大家 参与apachipasa的社学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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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